我和麦克医生其实有很相像的地方 就是说我看见街头麦一唱特别好的 我一定要去给钱 不管是给多少一定要给钱 还有我想说一个这两天就是二舅这个事 我也在做一个在直播在准备材料吧 就是我想说的这个是要通过法治来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美国1990年布什总统签署了一项法案 叫ADA American Disability Act 就是有了这个法案之后 就是在雇主雇佣人的时候就要考虑到雇佣残疾人 因为他是应该有相当的权利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新中国联邦要做的事 我们是要建立完整的法律体系来保护残疾人 而不是说可怜残疾人 残疾人和我们一样 其实我们某些方面残疾只是自己 目前还不知道 谢谢 好 谢谢各位主播的分享 其实我看到这个的时候 我也想到了这部印度的电影 这些孩子无辜的孩子实际上是被人贩子捕获 他们根据这些孩子的特长 来去决定他们的命运 我记得电影里那个孩子 失明的孩子的眼睛是被那个男人 是被那个男人浇进去的药水的 所以中国的这些残疾人 街头卖艺的孩子很多都是 这些孩子都是从别的父母手里骗来抢来的 如果你是中国人 你现在想的要想的是你的子孙后代 如果你在中国也有可能你的孩子是今天这个满意的孩子 所以我们是一群热爱生活追求理想的妙手人心 我们的目标是消灭中国共产党 念念不忘 必有回响 共产党 你完蛋了